韩国男团Big Band队长全智龙G-Dragon完成一连两场的香港演唱会后 并没有及时返回韩国 而是留在香港体验夜生活和顺道出席劳金活动 5月19日下午他到京中出席品牌活动 连日来不断包车跟踪的疯狂粉丝一早闻风而至 人数之多把品牌店团团围住 G-Dragon到场之时更加是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把参加活动的其他艺人包括香港天后荣索儿吓了一大跳 不过G-Dragon就表示很淡定 G-Dragon身旁有保镖监视 还有媒体做缓冲 当然不会害怕 只是他到香港所造成的轰动 就让媒体过得不是太好 除了第一天记者会迟到一个半小时之外 他逛夜店时媒体也必须全程招呼 更加惨无人道的是 媒体上前拍照 被G-Dragon的保镖粗暴对待 甚至连G-Dragon的粉丝也认为 媒体会伤害对自己的偶像 加入阻挡媒体的行列 G-Dragon出席完活动后 乘车前往湾仔的一家韩国菜馆吃饭 结果全程有半百粉丝全程跟踪 一个小时G-Dragon吃完饭离开 疯狂的粉丝立即涌上前 试图跟偶像近距离接触 期间有粉丝成功摸到偶像的手臂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